Hello 大家我是冰狗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接税 形成层在哪里 如果你懂接税形成层 应该真木的形成层 也知道在哪里了 要你们是对准形成层就可以了 嫁接的时候 现在咱们讲一下 这个接税的形成层 这个是我刚才剪的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龙眼打顶 出那个牙眼萌发 把他饱满 然后再嫁接了 然后现在我就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 咱们就讲一下这个接税 如何消 跟那个形成层在哪里 然后这个呢 主要还是用 用枝剪 把它剪掉好一点 如果你用刀的话 就会伤到他那个牙眼 就没有那么好 一般要那种老熟的 带叶子呢 带叶子呢就好一点 如果牙眼长出来了 也没有关系啊 比如一般从侧面 你牙眼在这里 你从侧面这里削就可以了 大家明白不 比如牙眼在这里 从侧面削 我的刀不是很锋利啊 这种刀是不行的 这种刀是嫁接荔枝 调皮可能好一点 龙眼的就不太行 形成层就是这里 这里白色跟青色 就是皮这里 这一条缝就是形成层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这一条缝 看到没有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是这里 这个白色跟这个青色 就是皮这里接触着 然后真木的也是这样 你一消下去看到 这里分离在这里 然后你是对准这一条缝就可以了 对准一边 这边也是一条缝 你对准 随便对准一边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样 另外一边就削鞋的嘛 然后这边就削平一点嘛 你要削的时候 是牙眼的侧边削 就比较好一点 一般削到两个牙眼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也不要太短了 但是呢 你这里削的 不要超过这个牙眼这里 一定要在底下这里 不要不能再 不能太靠近这里啊 一定要在牙眼前面一点 太靠近不行 然后你一削一刀 然后就看到这条缝这里 就是这里分离这里 这皮分离这里 就是形成成 看到没有 就是这里 至于这一条缝嘛 就是它分离的这里嘛 形成成对准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 请不吝点赞关注